Hello 大家好,Re1です 按照我上一部影片的猜测啦 在明天2月7号 触及线ZACK觉醒的情报的可能性非常大啦 那么这一张技术的超市GOGITA 我个人虽然是觉得它 线ZACK的可能性在这一轮啦 是蛮低的 但是 也不至于去到0%啦 所以还是有机会的 那么这一次的话我想说 我就来跟他做个他的极限ZACK能力猜想啦 其实在前半段的时候或者说去年的时候 素数的 那个超市GOGITA嘛 我已经有做过他的极限ZACK能力猜想了 整体能力其实还蛮不错 可是这一轮 因为新的队长技啊 7周年新的队长技登场的关系 导致整个能力其实是大崩坏的 我这边的话我就按照我原本意想的方式来做个猜测吧 他的能力 首先队长技方面我其实是平时都不在做他们的队长技猜想啦 不过按照正常的情况现在150的情况多数是会升到160 甚至是170%这样子的商家 毕竟队长技目前来说已经去到200%了啦 那么旧卡给他们去到170其实是有可能性的 OK队长技这边的话就没什么好说啦 就继续看下去 那么这边的话大家来看这张图啦 技术的超市狗基大 因为他的超毕萨是有给到了1回合攻防大幅上升 那么 我也就直接请给这一张细数的超市狗基大啦 1回合攻防超大幅上升 给他提升100%啦 老实说其实是有一点overpower 但是我还是蛮希望的 因为他原本的能力已经是1回合攻防大幅上升了 如果跟他改成3回合好像没有特别必要 除非就是 你1回合攻防大幅上升造就 然后给他高确立的 会心发动在他的这个避杀技上面 那么还算不错 可是我觉得应该是不会这么给 所以就直接 把他的避杀效果拉上去啦 攻防超大幅上升 这边也是我个人的想法啦 实际会如何 这个真的是不好说 那么接着是重点被动啦 被动方面的话就从他原本的被动 稍微拉高一些些这样子啦 面对极系敌人的时候 对极系的敌人啦 攻防降低30%啦 死敌方啦 死敌方的极系敌人 攻防降低30% 这个就是在战斗路比较有用啦 这个就不太看他 接下来才是比较重点的 自身攻防加160% 必杀技发动时攻防再加40% 这边的话作香成其实是有一个 264%左右的攻防加成 非常非常的高啊老实说 以6号限定来说已经是超级overpower了 追上现在的L号等级250%这样上下 那么接着就是 极系敌人存在时攻防再加40% 这边的话是直接加在160%上 就变成200% 然后跟48座相成 可以去到320%这样子的高度啦 非常非常的高啦 然后全属性效果吧 超高确立反击必杀啦 这个是 超绝大威力啦 大家都知道 这个就没什么特别啦 后面两条被动就是原本的能力 没做更改 更改的只是那个数值罢了 前面两个 然后再加了一段就是 极系敌人存在时攻防再加40% 因为 感觉近期的 角色 应该说近期极限者的角色啦 都会有额外增加一些条件 然后让他们更加强大 这样子啦 所以这张超市狗吉他我也给了他一些的小条件 极系敌人存在时 可是当然 极系敌人就算不存在 依靠这能力 依然是非常强悍 那么接着就来看一下数值吧 数值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嘛 OK当然 选择的连接就是我们最新的超市狗吉他啦 攻击可以到达55%防御15%的加成 这个是满连接的情况下啦 那么对长技的话我就这边做了7分啦 有170%跟200%的差异 然后极系的敌人有极系的敌人没存在的时候 那么首先极系敌人不存在的时候 是 264%的时候啦 攻击在170%对长技下是有621万 然后防御力有40.1万 可是这些 防御力都是需要行动后啦 而且这一张狗吉他的能力基本上都是在行动后才会比较完美发挥 所以基本上都是摆在2号号位 如果自己是有抽到X4狗吉他这个最新的超市狗吉他 完美搭配 只是说连接会比较逊色一些些啦 我们先看完170%的先再说吧 然后极系敌人存在的时候 攻击是717万 然后防御力有46.3万 额外的40%的 那个 那个趴数上来嘛 总趴数是320% 非常非常的高啦 然后到了现在最强的200% 对长技 在敌人没有的情况下就有706万的攻击 比起170%多了将近 不是将近 是就是直接多了80万的攻击 然后防御力也多了5万 45.65万 超高 然后极系敌人 存在10 815万的攻击力跟52.6万 那么只要让他开到必杀之后 不管是攻击数值或者防御数值 都是很理想的啦 在现金管卡上 基本上就是粘压 不过老实说 算出这样的数值之后 我怀疑官方应该会稍微压一压他的趴数吧 这个有点高 我是觉得有点高啦 可能会 把必杀效果从 一回合攻防超大幅上升 可能会改成攻防大幅上升吧 可是我还是觉得现金这样的能力还算是蛮符合的啦 没什么好说的 总之就是要强嘛 而且是在理性范围内 我也只是给到他320%的攻防加成嘛 也没有到很夸张对不对 现在你看看上一张极限在的 提鼠未来误犯 也是有200 25%的攻防能力啊 没有没有 攻击能力有200% 然后防御力的话可能就稍微低了 270%对对对我记得270% 所以这边 中年庆的极限在给到320% 不算特别夸张吧 还可以啦还可以啦 就是这个样子的超市果击达 然后最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啦 在 队长技是 170%的情况下 其实攻击力在刺了两个道具之后 然后极限敌人不存在 还是可以达到900万左右 其实是很高 那么这边的话我就直接来一个最顶的吧 200%队长技 然后 极限的敌人存在时 然后加攻道技加两个 45% 发了一发必杀 1182万 超级高老实说这个就 我觉得 还算是顶用 而且 老实 而且有一点 ofapower 罢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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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lane 但是我觉得是 可以的 畢竟都这么强了 给点嘛 就是这么个样子啦 200%队长好像有点太强 如果依照这个能力320%的情况 像最新的这一张 我们的新的七周年LR官方也只给到 只给到他177%的攻防加撑罢了 所以这张如果极限队是这么高的话 好像有点overpower 怎么像这样整体看下来的话 大家觉得这样子的能力怎么样 需不需要稍微弱化一些些啊 我觉得有点太过爆肝强了 真的是有点爆肝强的感觉 太夸张了 骂骂骂就是这个样子吧 反正我的能力才强就是这样子 整体能力其实是拉的蛮多的 主要是现在队长技真的是太强了 如果还是保留在以前的队长技情况下 最高也只不过就是来了个 我这边还只是算两个加工道技 我还没把普助给加下去 如果连买普助加下去应该会更高嘛 不过算了不去算他了 已经overpower了 就是这个样子啦 我个人对这支技术狗鸡大的猜想 320%的攻防加成啦 我觉得现阶段的能力好像都是很接近 看看我们的素数的纳特 100x100直接去到300%了嘛 所以这张超市狗鸡大来到320%好像也没有很over啦 自我安慰 自我安慰 好啦就是这么个样子啦 大家可以稍微看看一下 我们就幻想一下 至于实际怎么样 我们就等待官方怎么推出吧 这就是我的超市狗鸡大 技术超市狗鸡大的极限制能力猜想啦 ok 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的收看啦 还没订阅的朋友 麻烦帮忙点个订阅 谢谢 じゃあまたねー